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迷亚米上海关天下频道 本期节目的标题是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因和功过得失 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爱戴怀念毛泽东 文革后邓小平当政时期实行羊毛禁等一系列故事 以及八九学潮形成的原因 刘少奇夫人王光敏和儿子刘言 以及众多开国领导们如何评价毛主席 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现状 年轻人都毛选成为潮流风尚 不必实时怀念我 也不要指望我回来 我离开以后你们就是我 人民万岁 这段话网上经常可以看到 至今也没有找到具体的出处 但是这段话充分反映了 中国的亿万普通老百姓 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怀念 因为在毛主席那个年代 没有贪官污吏肃乎鸡蛋的大唠特劳 贪官刘青山张子善 被毛主席亲自下令处决 没有黑恶势力勾结腐败官员 恒情报道欺压百姓 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 那些贪官污吏反斗汇道门 黑社会流氓恶霸 通通的被清理的一干二净 没有官商勾结压榨剥削人民 社会主义公有制 公司合营后没有资本家了 我们中国人民支持全新权益为人民服务的真共产党 而不是那帮打着红旗反红旗 想尽一切办法压榨剥削人民的假共产党 所有国内外造谣抹黑污蔑 歪曲历史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动分子们 最终将会被扫漏历史的垃圾堆 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被人民唾弃 并且遗寿万年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也是我做本期节目 宣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原因 以此来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诞成 本期节目一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因和功过得失 人民爱戴怀念毛泽东 第二部分 文革后邓小平当生时期实行 杨茂靖等一系列过失 以及包酒协潮形成原因 第三部分 刘少奇夫人王光敏和儿子刘元 以及众多开国领导们 对毛主席的评价 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现状 第四部分 年轻人读毛选成为了潮流风尚 接下来我要用一系列的事实 来告诉大家 毛主席才是真心实意的 为人民谋福利 为人民服务的 那些见面外反毛 反共 反社会主义 反人民 反习大大的利益集团 贪官污吏们 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党内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并且勾结境内外的反华反共势力 无所不用其极的造谣抹黑 污蔑恶毒攻击毛主席 利用他们控制的各级媒体的话语权 误导舆 包括使用政治上 经济上 意识形态上 甚至军事上的各种手段 打着红旗反红旗 企图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想继续骑在人民的头上 作为作福 从而达到他们瓜分 毛主席那一代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 建立新中国以来 带领广大的人民 埋头苦干 独立自主 艰苦奋斗 辛苦积攒下来了 丰厚家底的险恶用心 他们想瓜分 侵吞属于全体中国人民 庞大的国有资产 变成可以让他们 子子孙孙世纪的黑暗帝国 从而可以世世代代的 剥削压迫我们普通老百姓 他们想效仿 前苏共高层的贪官污吏们 彻底占有瓜分 前苏联丰厚的国家和人民的财产 俄罗斯现在两百个最大的富豪 都是前苏共的高官 都是贪官污吏 恶势力 那帮前苏共的贪官污吏 勾结境内外的势力 反共 造谣抹黑 污蔑斯大林 忽悠了大多数的苏联民众 结果把苏联搞得解体了 他们发了大财 但是苏联的广大老百姓 却倒了血没了 共产党内反体制的贪官污吏们 结成的利益集团 就是沿用前苏联造谣抹黑 污蔑斯大林同样的套路 来造谣抹黑 污蔑恶毒攻击毛主席 目前已经揭露出来的犯罪分子 周永康 徐才厚 苏荣 令计划 令政策 任志强 蔡霞等一系列的犯罪分子 但是还有更多的党内反体制的利益集团贪官污吏们 还继续隐藏着 没有被揭露出来 我们亿万的爱国人民群众 绝不能让那帮党内反体制的贪官污吏们的目的得逞 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民 是不愿意毛主席淡领亿万人民独立自主 艰苦奋斗所创造的 丰厚国有资产 被那帮贪官污吏给牵团刮分掉的 这也是习大大上台以后 铁碗质摊 大力扶贫 打击黑鹅势力 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等一系列的措施 深得人心的原因 这也是民心所向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可以继续在中华大地上幸福地生活下去 和那帮党内的反体制的利益集团 贪官污吏们的斗争 也是光云于黑暗的斗争 是捍卫我们每个普通老百姓根本利益的斗争 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第一部分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因和功过得失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 就是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的一身生活简朴 他穿了二十多年的事衣 打了73个布丁 曾任毛主席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 在2003年做客人民网的时候说 毛主席剩下的稿费 当时有124万多一点 全部都交给了国家 交了党费 没有留给他子女一分钱 从这点来看 毛主席心里想的就是中国人民这个大家 从来不想着自己 在建国后的多年和平建设时期内 堂堂的开国领袖 他自己吃的 用的 穿的 住的 全都是自费了 不仅住房 家具交租金 甚至连政治局会议上喝茶 都自掏钱买茶票 他还几次的降低了自己的工资 三年困难时期 还与民共苦 自检食物定量 导致全身浮肿 疾病缠身 他自始至终的都是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 毛主席在临终前 只剩下了500多块钱 这就是他的全部积蓄 毛主席没有给他的子女 留下一块钱 一间房子 一亩地 他教育他的子女 自食其力 全心全意的好好为人民服务 不允许他们享受 不应该享受的待遇 几千年来 广大中国人民 饱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 是毛主席带领共产党 解放了他们 进行了土改 给他们扫盲 造就了一个人人安居乐业 到处振气洋洋 百叶蒸蒸日上 万众一心为公 举国团结奋发 社会和谐安定的美好时代 正如佛家所言 毛泽东是人类真正的大佛 是为中国老百姓救苦救难的大菩萨 毛主席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样大共无私 生活简朴 以身作则的伟大领袖 我们难道不应该纪念他 怀念他吗 谁反毛 反共 反人民 就是我们的死敌 就是敌我矛盾 就是要把那帮死敌消灭干净 中国才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得以实现 我们普通老百姓每个人的生活 才能在这种健康稳定的环境下 不断的改善和提高 如果让那帮党内的反体制的利益集团的 贪官污吏们的阴谋企图得逞了 我们老百姓就要吃爱茶谷受爱杂醉了 清代世人龚自珍说过 欲要王岐国 必先王岐史 欲灭其族 必先灭其文化 一个民族是需要英雄的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空洞的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 我们需要英雄 我们的下一代更需要英雄崇拜英雄 毛主席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 一个有了民族英雄 而不知道尊重英雄的民族 是不可救药的 是可耻的 中文作家裕达夫在怀念鲁戏里面说过 有了伟大的人物 而不知道拥护 爱戴 崇敬的国家 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那些海内外反共反毛 反人民的反动分子 几十年如一日的造谣抹黑 污蔑恶毒攻击毛主席 他们造谣说毛主席崇尚暴力 是和希特勒斯大林并列的三大会之手 造谣说毛主席喜欢学朱元璋滥杀开国功臣 他们造谣说是毛主席 导致了大远近饿死了三千万人 他们造谣说毛主席贪恋权位 不肯放权 他们造谣说毛泽东热衷整人 他们造谣说毛主席不懂经济 他们造谣说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 他们造谣说毛泽东要立毛衣为太子 他们造谣说毛泽东独裁等等等等 这些反毛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分子 罔顾事实 无所不用其极的造谣抹黑污蔑 恶毒攻击毛主席 包括抹黑污蔑丑化雷锋 刘护兰 狼牙伤武壮士 邱绍云 董春瑞等英雄 他们的目的就是像公子中说的那样 欲要王岐国必先王岐使 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他们要把中国的英雄们拉下神坛 并打入十八层地狱 让中国人民失去理想和信念 然后用西方那套垃圾的民主制度 来忽悠中国人 从而达到颠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继续压迫剥削广荡中国人民的醒额目的 人民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同志 直接了当地说过 现在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 自发的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 韶山的毛主席同向广场纪念毛主席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现在的党员干部 能够像当年毛主席的时代一样 善待百姓 旅居新加坡的学者董玉正博士 他宁可花完全部的家产 而且出版为毛泽东辩护的这本书 许多领导包括最高层领导也都看过 董玉正博士是农家弟子 中国党员 鲁西南人 1982年考入上海理工大学机械系 1986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也读硕士 1989年去深圳 先后做过机械工程师和电子工程师 自从1991年到1996年 在清华大学精密一期系完成博士学位之后 他又去做过一段时间的公务员 但后来他受到了排挤 不得不去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做博士后 2013年红歌会网就发表过他的一篇文章 邓小平的历史责任以及他的本来面目 后来这篇文章毕竟了 现在红歌会网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了 他书里写的历史 为什么会如此的阵容发挥令人幸福呢 为什么连外媒一些国际大报 都要说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太低了 在当今的中国 如何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已经成为检验真假共产党人的事情时 如果一名共产党员不敬重毛主席 不坚持毛泽东思想 那他一定是一名假共产党人 是混进党内的变质投机分子 比如震荣发挥的耿彪之问 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 1991年 已经退下来的耿彪同志 重返半个世纪前战斗过的 陕干年边区 隆东某县 晚饭之后 他住的招待所外面忽然人声鼎沸 黑压压的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 跟他告状说 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非常不满 怎么劝说都不肯离开 这个县的干群关系非常紧张 已经恶化 使耿彪同志感到很震动 也深为痛心 他立即召集了省地县的干部 讲了一次话 没有批评 没有责备 他就讲了一件往事 提了一个问题 五十多年前 耿彪同志任旅长的129师385旅 旧驻扎在这里 一个战事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 而且还很严重 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塔 老百姓知道了 也是黑压压的来了一大群人 为这个危机的战事求情 耿彪对父老乡亲们说 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 但是老百姓都跪下了 哭着说 共产党都是好人 就饶了这个战事了吧 让他戴罪立功吧 耿彪跟乡亲们反复说明 八路军的军纪 可是老百姓一个也不肯起来 最后耿彪只能流着眼泪 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故事说完了 耿彪激动的大声问道 现在我要问问 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 不管哪一个 如果犯了事 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 耿彪的这一 阵龙发挥的灵魂质问 当时的全场哑雀无声 没人敢回答 关于农业方面 到底是采用包产盗户 单根的方式 还是采用人民公社的方式 集体一起干 毛主席曾经说过 我为什么把包产盗户 看得那么严重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村所有制的基础 如果一变 我过以集体经济为服 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 工业品卖给谁呀 工业工有制 有一天也会变质 两极分化就快得很啊 帝国主义从存在的那一天起 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 弱肉强食 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 更是有优势 内外一加工 到时候我们共产党 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 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呢 怎么保护和发展 自己的民族工商业 加强国防 中国是个大国 穷国 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 帝国主义靠什么来要无洋味呢 如果我们养人鼻息 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散了几百年 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的多 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中国的人口多 民族多 封建社会历史长 地区发展很不平衡 近代又被帝国主义落肉强势 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是四分五裂 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 只能是别人的附庸 帝国主义在能源 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 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 既合作又排挤 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 后来沮丧呢 过去旧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今天的新中国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看还是走不通 要走 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国内的继续矛盾 民族矛盾都会激化 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建立新中国之后 工人贫下中容的民主革命没有停止 他们要继续革命 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 有些人后退了 反对革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当了大官了 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他们有了好房子 有汽车 吸水缸 还有服务员 比资本家还厉害 社会主义革命 隔到自己的头上了 公司合作化的时期 党内就有人反对 批资产阶级法权 他们有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 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就在共产党内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判 有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 他们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多次提出过这些问题 他们都记住不了 阻力很大 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 我和许多先链们 毕生付出的心血 就会富足东流 我不想哪一天 在中国的大地上 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 再出现资本家 企业主 故宫 妓女和西施亚偏烟 如果那样 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我没有私心 我想到中国老百姓 受苦受难 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所以我依靠群众 相信群众 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 有谁认真的想过 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去了 怎么交代 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我吧 我不干 现在这些用户我们的人 腰身一变 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 我们是黄昏的时候了 所以 趁着现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 把这些想复辟资产主义 大陆的资产阶级整一整 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 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但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 我们的子女 他们也会变质 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 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 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 搞凶政主义 走向反面 虽然名为社会主义 实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 推翻他们的脑子 因为群众不满意 当年新华社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好好的审视一下 我们如今的社会吧 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我们出现了历史上 最大的贫富差距 最深广的腐败现象 这是不是当初千万革命先烈 抛头颅撒鲜血所要追求的目标呢 当初人民群众送儿子当兵 推着粮车支前线 宁愿被国民党打死 也要保护红军和解放军的时候 难道就是为了今天 没钱看病 没钱养老 没钱买房 没钱读书的情况下 却看着中国的奢侈品 消费全球第一 官员一顿饭吃掉几万块 几十万块 政府大楼越怪越漂亮越豪华 贪官的百分比不断上升 少数人拥有成百上千亿的财产吗 难道毛主席那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牺牲了千万劣势 花了毕生心血努力 所追求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吗 那些利益集团的贪官污吏们 无论怎么造谣抹黑污蔑毛主席 历史和人民也绝不买账 历史和人民只接受毛主席 只接受毛泽东思想 只捍卫毛主席 只崇拜毛主席 其他的领导人 如果他们承认是毛主席的追随者 人民也就承认他是历史功臣 如果他们不承认是毛主席的追随者 人民就将他们视为垃圾 就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这就是历史和人民 对当今中国历史人物的判断标准 毛主席始终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到人民 他开天辟地的第一个高呼人民万岁 毫不动摇地落实人民当家做主 极尽全力推动人民创造历史 让中国人的面貌和精神 在极短的时间里面焕然一新 他一身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谋幸福 大功无私 得配天地 恭招日月 他即使离开了他生爱的人民四十多年 但是中国人民仍然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怀念他 纪念他 感恩他 那些改革开发后 几十年如一日 肆意地造谣抹黑恶毒攻击 反对毛主席的反动公知 精英文人们 他们完全都失算了 社会的现实和中国人民 并没有按照他们设定的路子来进行 恰恰相反 人民更加热爱毛主席 每年毛主席的诞辰日与季日 从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前 连绵不绝的人流 到韶山毛主席通向广场 铺天盖地的红潮涌动 没有号召 没有动员 全部是自发的 来自全国四面八方五湖四海 怀扯着一个共同的炽热心愿 在这段日子里 千难万险也要去看望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眼 高呼他老人家的英明 高唱他老人家的宋哥 世界上没有哪一位国家领导人 像毛主席一样 逝世四十多年以后 仍然深受人民如此热烈的热爱和怀念 人民群众之所以怀念毛主席 其实就怀念他那种可贵的人民情怀 怀念他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所作所为 怀念他领导的那个公平正义 而又廉洁的时代 怀念他为中华民族复兴 与中国人民扶持鞠躬尽瘁 使之不语 高瞻原主无私奉献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风范 毛主席有惊天伟帝之才 博古通经之变 大道无私之心 高屋建领之士 所向无敌之雄 光照万事之精 这一切成就了千古伟人毛泽东 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之性 也是人类文明之性 伟人毛泽东 中华民族永恒的封闭 英万人民永远怀念你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 人民共赏运动中 由于左倾茂进而产生的 浮夸风和共产风 所大给中国人民深重的灾难 应该由刘少奇 邓小平 副主要的领导责任 大家请看 邓小平站在号称 亩产万金的道央上面拍的照片 因为他们是当时主持 中央日常工作的 中央第一线领导人 以刘少奇 邓小平为首 加上各个地方的一把手 组成的利益集团 他们就想复辟资本主义道路 他们以开国功臣自居 不是一个两个人 还是一大帮子人 当年的大跃进 人民共赏运动的 浮夸风 共产风 虚报瞒报 宁愿让鸡民饿死 也就要拦着 不让他们出去 乞讨求生等等 漠视生命人生 共分的行为 就是由那帮人做出来的 臭名招出了五大书记室 河南省委书记吴知府 四川省委书记李景全 山东省委书记苏同 安徽省委书记曾锡胜 和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乌上网和证据 丝毫不怪老百姓的死活 他们的恶力行为 和毛主席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毛主席对他们上报的数据 多次提出质疑 并要求核实 但是他们却自若网文 睁着眼睛说瞎话 他们的目的就是 打着红旗反红旗 目的是要破坏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毛主席早在1953年的下半年 就主动推进二线了 他早就没有实权了 1953到1966年的文革之前 在中央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 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还有其他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 一把手等一大半的利益集团 历史证明 毛主席是真正的相信人民群众 依靠人民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可是无论毛主席提出 怎样好的为人民谋利的政策 到了某些具体执行的领导人手里面 他们就以行走石油的手段把它给搞砸了 比如57年的反右夸大化 67年四清运动中的打击一大片 文革初期的镇压反革命夸大化 以及到后来文革后期的挑起群众互相舞斗等等 作为党的主席 毛主席总要替某些领导去擦屁股背黑锅 可恨的是 他们厚颜无耻把自己犯的错误强下在毛主席的头上 还骂毛主席搞个人崇拜 破坏民主集中制 专制奴才 似乎出一线的领导人 自己没有任何权利 人没有任何责任的一样 全是毛主席的错 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 真是不要脸啊 后来毛主席看到大月经后期浮华风共产风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老板系饿死越来越多 那帮高官们继续和年轻女孩子们跳舞 还花了宝贵人外汇去进口洋酒 进口鹅干和牛排等奢侈品供他们享乐 一片的奢靡之风 丝毫不管老百姓的时候 毛主席在中央说话没人听 一个人不让他参加党的会议 一个人不让他在会议上发言 搞到毛主席之后拿着党章和宪法去和他们理论 他们把专制都搞到毛主席的头上去了 事后却反咬一口 你说是多么的无耻啊 这就让我立刻想起导演陈凯歌所说过的那句话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那帮利益集团试图把毛主席边缘化 毛主席曾经斥责北京市委市 侦察不进水泼不进 文化部是才子家人部 中宣部是阎王殿等等 痛斥中央一线领导同志 他们搞独立王国 领导不立右倾保守 甚至是在友谊袒下面地方所犯的浮夸风 共产风的错误做法 和抵制他的不断规券和警告 毛主席为了不让那帮走资派的利益集团 颠覆他亲手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去继续剥削压迫中国人民 为了让他一手缔造的共产党不变色 为了不重蹈李自成的负责 为了不让几千万劣势的血白流 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跑去了上海 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动了文革 就是著名的516通知 毛主席才是真心实意为人民牟利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在领导革命和建设 纠正党风反对腐败的时候 历来都是热衷于大狗群众运动的 喜欢轰轰烈烈 而且是放手发动 但是这又是一把双刃剑 轰轰烈烈中涌动着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潮 可以使热情变成狂热和冲动 甚至失去理智 如果不能及时加强领导正确的引导 就很容易失控 产生极大的破坏性 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起 到了后期 无政府状态相当严重 后来文革又被党内别有用心的阴谋家 打着红旗反红旗给破坏了 利用群众斗群众 所有的牛鬼神神全都跑出来打砸抢烧了 他们还挑唆造反派抢军械库 互相进行武斗 搞得死伤累累 其中以湖南长沙和四川绵阳的武斗 死伤最为惨弱 时间最长 当时毛主席三令武神的强调 要文斗不要武斗 但是却不起作用 事态已经逐渐失控了 最后毛主席不得不动用军队插手 才遏制了各地武斗的风潮 当年毛泽东在回答黄延培 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提问的时候说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正习 所以我认为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 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群众性的民主力动 文革被某些居心普策的阴谋家给利用了 打着红旗反红旗 挑动群众斗群众 产生了很多乱象 使得文革完全失控 从来导致最终的失败 这完全违背了毛主席 当初发动文革时候的初衷 这些都是毛主席当时没有预计到的 使得毛主席在党内的威信有所下降 可以说是文革的一大败笔 也是最为后人所诟病的 第二部分 邓小平当政时期的羊毛进等一系列的过失 以及八九学潮形成的原因 自从1953年下半年 毛主席主动退居二线之后 刘少奇邓小平就是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 也就是中央日常工作的两个主要的领导人 他们一直奋行造不如买 买不如住的羊奴哲学 79年邓小平上台之后 我们评判一个领导人的功过得失 最主要的就是看他在位期间 国家的综合国力有没有得到发展 国家的国际地位有没有得到提高 人民的生活有没有进步 是否能让人民活得有尊严 所推行的政策是否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有利 邓小平轻率地让众多国防军工下马 鼓励军队经商 造成贪官物理横行 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 他主导的羊毛进 以及严重脱离实际的时间计划 滥发货币造成通货膨炸 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抢扣潮 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党群关系紧张对立 从而引发了八九学潮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邓小平上台后执行的投降主义 杨奴思想盛行 全盘否定了毛主席执政时期 所致敬的发展路线 他拼命压缩军费 导致军队全面经商堕落 他执政后 从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事开始 进而确立了两个新的凡事 那就是凡是毛泽东坚持和支持的 都是错误的 要否定 凡是他邓小平说的都是正确的 要坚持 为了报复毛主席 他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强迫许多重大尖端的军工项目下马 所有这些下马项目 都是在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下 以文革产物为借口 不给经费 使得军工研发停滞 包括众所周知的运势项目 以这些项目过时落后 没有西方先进 以及全盘否定文革等作为借口 把这些军工项目强行砍掉 从此之后 中国的军力萎缩停滞 我国的国防工业的发展被拖延了将近20年 这仅仅包括是毛主席逝世后下马的一些尖端军工项目 还不包括众多的重大民用工业和科技项目的项目 比如船舶 输控机床 大型工程装备等等等等 而信心的丧失 人才的流失才是最为可惜的 真的是人心散了 对我不好带了 同时他用所谓的黑猫白猫论 鼓励国防科研部门在全民经商的热潮中 推行市场化 自负盈亏 军转民等等一系列错误的政策 使得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国防军工科技人员 被迫的项目流失 各级政府官员和军方的各个部门 利用手中的特权 偷逃国税 大肆走私 大捞特捞 贪官物理横行 官岛由此产生 造成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极大的不公平 在下马众多军用和民用重大项目的同时 邓小平再次和大跃进时期一样通脑发热 推行羊毛禁和严重脱离实际的实践计划 其表现主要为 一 王牧追求高速度高指标 在1978年两月份 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 并通过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时间规划钢要槽案 提出到1985年 粮食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 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 原油要达到2.5亿吨 化线要达到150万吨 从1978年到1985年 农业总产制每年增长4%到5% 工业总产制每年增长10%以上 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量都将超过过去28年增加的产量 国家将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 其中包括10个大钢铁基地 9大有色金属基地 8大煤炭基地 10大油气田 30个大电站 6条铁路 新干线和5个重点港口 按照这个规划 从1978年到1985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 这样宏大的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 无论是从资源财力 还是从技术力量和建设周期来说 都是严重脱离国情和不可能实现的 二 盲目增加基本建设投资 大量引进成套设备 仅1978年一年 就与日本美国西德等国家 签订了22个大中型引进项目 进额达到78亿美元 企图用较短的时间 通过大规模引进来实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 就是照不如买 买不如猪这种洋鲁哲学的具体体现 由于对引进项目的要求过急 事先没有认真进行的调查研究和可行性的论证 因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有不少项目属于计划外构成 有些项目的燃料原料都没有落实 无法正常运转 1978年4月18号 中国经济学态度 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 经济学家薛木桥 在思虑在山之后 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终于决定写信上述中央 直指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 薛木桥上述反对杨茂静 从侧面也证明了 是邓小平当年在大跃进期间 头脑发热搞左轻茂静 大瓜浮夸风 共产风等一系列的凑制者 而不是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之后 薛木桥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秘书长 国家纪委委员 统计局局长 国家纪委副主任 物价委员会主任 身居要职的薛木桥 成为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设计者 薛木桥的女儿薛小和回忆到 1978年五卷全国人的一次会议的时候 他开完会回到家 货任就哭起来了 我问爸爸你怎么了 他说现在国家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国家纪委领导向全国人大做了报告 却还陷在风前风的数字之中 不思改革 他的哭是那种非常急的忧国忧民的哭 还敲着扶手痛哭流涕 我父亲是一个善于忍耐的人 到了这种痛哭流涕的地步啊 我想他是急到了忍不住的地步了 薛木桥不同意当时中央的一些做法 他说这是要变成杨月静啊 钢产量1985年就一下子要达到6000万吨 凭空冒出一个6000万吨 要搞几个宝杠啊 他觉得邓小平那种急于求成 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又上来了 所以薛木桥率先对高指标高速度提出了质疑 因为中国原先执行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浸透了他30年的心血 他早已经被视为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面骑士 在当时国内资金不足的情况之下 大量引进国外的乘套设备 为此还大量借外债 还债付息也会给国民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 这些听上去是不是非常熟悉啊 前些年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都是这么干的 陷入了借债发展还不起利息 继续借债所生产的供应品获取的利润 还还不起外债的利息 就这样日复一日利滚利 债务越来越高 导致发展停滞 物价飞涨 经济崩溃 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 加上当时众多国营企业的经营思维僵化 产生大面积的亏损 又陷入了国营企业连续亏损 国有银行闭着眼睛放贷款 国营企业继续亏损的恶性循环之中 到后来很多国营企业都发不出工资了 国有银行的坏张率高得吓人 邓小平主导的杨茂静 杨跃静 以及严重脱离实际的十年计划 不顾国内偿还能力盲目的借外债 还不起债务就只能靠印钱滥发货币来救激了 结果滥发货币造成了欧家风涨 通货膨胀飙升 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抢雇风潮 老百姓是冤身载道 对邓小平大失所望 对他搞的那套黑猫白猫理论 摸着石头过河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众多错误政策颇有冤言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 老百姓都期待变革 所以没有计较他的得位不振 所谓的达到四十方其实就是政变 从当初他刚上台的时候 老百姓心高惨力的对他充满希望的期待 慢慢的就变成了满腹的怨言 对比1984年10月1号国庆35周年 群众游行时 北京大学学生自发打出了小平您好的口号标语 到后来89年学潮反关倒大游行 短短的五年光景 你看这个比较是多么的鲜明啊 是多么的讽刺 所以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这里顺便说一句 一些无知脑残的油管up主 比如前段时间和郑国成连线吵架的那个 真的很博通的胖子 牵强奉惠地说 邓小平是毛主席安排的接班人 他这种说法显得很无知啊 罔顾历史事实 毛主席临送前指定的合法接班人是华国锋 而不是邓小平 邓小平曾经处于毛主席 接班人梯队里面靠前的位置 但是由于他和刘少奇都想复辟资本主义 大疫情之间又大肆左倾冒进 大搞富豪风共产风 给老百姓带去了深重的灾难 期间的大会上 毛主席主动做了检讨 负起了领导的责任 其实就是为刘少奇和邓小平背黑锅的 他们却厚着脸皮 把错误和责任推了一干二净 毛主席早又看透了邓小平骨子里面 就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行左石右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文革开始后 虽然中央有很多领导帮邓小平说话 但是他还是被毛主席打倒了两次 所以说毛主席是绝对不可能让邓小平接班的 那些为邓小平掩干过世的人 不是蠢就是坏 苍蝇不定无风的蛋 如果当初邓小平按照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发展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而不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 不放弃输出革命 不主动投降 放弃跪铁的洋路哲学 不去盲目的借外债 搞洋月见洋冒见 以及严重脱离实际的时间计划 真心实意的关注民生 遏制通胀搞共同富裕 让中国老百姓活得有尊严 党群关系就不会那么的紧张 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贪官物理横行 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就没有那么严重 老百姓心里也没有那么多的怨气 西方反华势力再怎么挑唆学生 也不可能发生八九的血潮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从1949年建国后到1978年 中国经济的前30年 一直都在高速的发展 包括反毛反人民分子抹黑污蔑的 所谓文革十年浩劫 1975年1月13日 周总理在全国四届人大 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 第四个五年计划 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 我国农业连续13年获得丰充 1974年农业的中产值 预计比1964年增长51% 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 全中国解放以来 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60% 但是粮食增产了1.4倍 棉花增产了4.7倍 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大国 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 在这个时间中 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 建成了1100个大周情项目 成功地进行了清淡事业 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 通货膨胀情况相反 我国财政收支平衡 既无外债又无内债 物小稳定 人民生活着不改善 社会主义建设欣兴向荣 蒸蒸日上 当时中国已经是世界排名第六的 工业大国了 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 反毛反人民的利益集团 几十年来无所不用其极 拼命地篡改歪曲历史 造谣某黑污蔑毛主席的分工伪计 来达到欺骗人民 粉饰太平 掩盖自己一系列错误过失 以及得位不正 乱搞羊毛进的可耻目的 说什么是文革十年浩劫 国民经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实际的情况是 邓小平上台之后十来年 让中国的国民经济 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前面说过了 国有银行闭着眼睛 给亏损了国企放贷款 造成了大面积的高比例的坏账 加上了羊毛进 不顾国内偿还能力 盲目及外债 进口成套设备 华国际债务就只能靠 印钱滥发货币来救急 结果滥发货币造成了物价风潮 通货膨胀飙升 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抢雇风潮 老百姓冤身载道 对邓小平大失所望 到后来工农中建 这几个国有大银行 理论上早就已经 字不抵债应该宣布破产了 所以西方反华势力 才会几十年如一日 一时五吹中国崩溃论 唱衰中国经济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我们自己没有把经济和民生搞好 搞得一团糟 才会被西方敌对势力抓住弱点 利用老百姓的不满 挑唆单纯的闹事去搞血潮 整个八十年代的经济 就是搞得一团糟 为了还外债和给亏损国企输血 只能滥翻货币 导致通胀高企 人民币贬值 造成了老百姓的恐慌 觉得人民币毛了 从而引发了 全国范围大面积的 抢购物资分潮 我们来看一下 1985到1995年的 中国的通货膨胀率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 1988年的通胀率是18.8% 1989年的通胀率是18% 从1985到1995这时间之中 有五年的通胀率 都是要超过15%的 这是很惊人的 1989年的银行存款利息 活期是2.88% 半年期是9% 一年期是11.34% 二年期存款是12.24% 三年期是43.14% 四年期是44.94% 五年期是17.6% 你看和现在的银行存款利息比较 可见当时的存款利息高得惊人 面对当时这个烂摊子 党内很多领导都对邓小平的能力表示怀疑 发现他除了会议头脑发热 搞羊冒进 吹牛鼻子外 没有能力把自己搞好 所以就一直推荐了老右派朱镕基上台 朱镕基上台之后 对这个烂摊子也只能采取抓大放小 关停并转国企 财测亏损国企职工 出来包袱的办法 来给邓小平的错误政策擦屁股填坑 但是这样一来 又造成了几千万的国企下岗工人 那些当时被称为4050的香港工人们 一夜之间失去了铁饭碗 他们的青春都无私的奉献给了国企 很多人都是几代人为同一个国企效力的 国企给他们很少了一点钱 就买断了工林 被当做报复给甩了 同时失去了国企的劳保 当时还没有现在的那种社会保险制度 搞得很多人只能去摆地摊 当保姆 甚至去犯罪去卖淫 极端的甚至有自杀的 他们从过去人人羡慕的 拿铁饭碗的国家的主人 工人阶级 轮了到当时社会的最底层 这酿成了无数的人间壁具啊 两相比较一下 老百姓就更加怀念毛主席的时代了 对吧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和毛主席一比啊 高下立派 最终解决银行坏账和国企亏损问题的 靠的是互胜的股票市场 1990年在十字和上海 成立了股票交易所 把国有银行和大型国企的不良资产 打包提出后 轻装上市 通过互生股市吸引社会先散资金 来补充实际上已经破产的 几大国有银行的资本金 和众多大型国企的亏损 通过股市圈钱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签到的钱不用付利息 是零成本 而且可以通过隔三差五的配股 不断的圈钱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割韭菜 而且可以连续十年二十年 不分红也没事 银行存款还要给利息呢 他们一分钱不用给 互生股市成立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亏损国有企业和 国有银行圈钱填窟窿的 而不是给广大中小股东 分享发展的红利的 很多股民搞不清楚其中的奥妙 自以为读了不少西方经典的 投资政权类的书籍 就幻想着自己能够成为 巴菲特一样的股神了 所以绝大多数的股民啊 多年来都是亏损累累 韭菜被割了一茬又一茬 搞不清楚这一点 就看不懂中国股市 就永远会被当韭菜割 以上的这些啊 都是惨痛的历史教训 我们必须嫁以总结 邓小平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 负有不可推系的责任 何见错误的路线 错误的政策 真的是祸国殃民啊 对比周总理1975年1月的 政府工作报告 既无外债 有无内债 物价稳定 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 真正日上 当时中国已经是世界排名 第六的工业大国了 你看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再次证明了 毛主席制定的 社会主义路线政策的 伟大英明之处 刘少奇曾经跟邓小平说过 如果我都露线 真的把中国带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人民群众斗垮了我 我都认了 刘少奇曾对儿子说 毛主席一直比我们看得远 可能毛主席还是对的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些 非常重要的话 思想上 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 是决定一切的 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 没有人可以有人 没有枪可以有枪 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 路线错了不正确 有了的也可以全部丢掉 路线是个钢 钢举目章 这段话非常重要 结合这些年来遍地探官 抓也抓不完 前夫后继的抓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被利益集团把控的无量媒体 误导鼓励年轻人拜金主义 娱乐致死 玩物上志 借高利贷超前消费 毫无理想信念 思想颓废 没有上金星等等等等 这一切到底是谁造成的呢 这里要感谢习大大上台之后 铁碗速摊 大力扶贫 打击黑洋势力 最近又出台政策遏制资本 无需扩张等 来保护传统行业和老百姓的 基本借用等一系列措施 否则 中国就真的要崩溃了 美国人一直鼓吹着中国崩溃 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 自费武功 邓小平上了美帝的当 九十年代的三大国处 耽误了二十年 七九年八零年 邓小平上台之后 作为最高领导 他缺乏眼界和欲界心 也没有一套经过深思熟虑 适合中国发展的全盘规划 套用他的话说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搞到哪里是哪里 就是在瞎搞 和他在大跃进时期 搞左倾望镜 搞浮夸风 共产风一样的 瞎搞乱搞乱指挥 对美帝充满了 不切实际的幻想 自费武功 和平典范项目 就是教训 老铁们可以看我的 中国军事故事 经贸故事系列中的第二四集 和平典范项目 就是教训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我这里说一下 部分下马 尖端军工项目的名单 一运时飞机下马 二 截至一九八二年 中国空军总计下马 原定项目三十一项 其中包括 一远程轰炸机 二对地强击机 三空中优势战斗机 四大巡军用运输机 五武装专用直升机 包括直七直八 六 歼九 七地空远程中程近程导弹 截至到一九八二年 中国海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 十一项 其中包括 一包括几年前 才研制成功服役的零九三零九四核潜离 当时是整整十年没有造过一艘核潜艇啊 二 零九二级大型导弹 SLV驱逐舰 三 中国的早期航母 四 大型驱逐舰计划 即使到一九八二年 第二破兵部队下马原定项目 多达四十五项 其中包括一 包括了多弹头形式东风六A 固体发射的东风七A 东风十二空射火箭 二 反导计划被砍掉 三 东风七 惨遭被肢解 被销毁 等等等等项目 他执行的这些错误投降政策 扬如哲学 让中国的国防军工领域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远远的落后于西方 并被拉开了差距 我这里要讲一下 九十年代的三大拨持 九三年的银河号事件 九六年的台海危机事件 九九年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 这些事件的发生 都跟八十年代军队的落落和军工系统 严重缺乏经费有最直接的关系 试问 如果邓小平走的是毛主席制定的路线 美国人敢对我们动手吗 我们会那么窝囊吗 毛主席在的时候 中国人虽然穷了点 但是活得有尊严 通过抗美援朝 抗美援越 征爆岛反击战 中印边境反击战等一系列对外战争 成功的距离于境外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欺识中国 我们中国人才算是真正的站起来了 那时候美国人和西方的统治阶级 想到毛泽东这个名字 就会浑身发抖 将来如果实际到了 这三大国家我们一定要报处权后回来 90年第一次海外战争中 美帝在战争中对高科技的广泛应用 以及精确打击的全新的战法 让军方和高层如梦出警 彻底的清醒了过来 战争原来还可以是这么大的 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长期奉行的 赵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哲学 实在是误国 真正的国防现代化 还是要靠毛主席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办法来实现 再多的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 也买不来国防现代化 赵不如买、买不如租的 错误洋奴哲学思想盛行 彻底葬送了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 很多行业都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就比如现在美国人在芯片上 卡我们的脖子 就是恶果之一 过去几十年 这个被既得利益集团 吹嘘为改革客房总设计师 让一小部分权贵阶级 富起来的所谓伟人 把中国的工业体系 国防体系都快给设计没了 这是让人痛心疾首啊 所以从98年开始 接班的历任领导人江总、胡总 和现在的习大大头脑清楚 对邓小平时期的一系列错误的政策 进行了反思和波乱反射 在国防军工和一些民用科技领域 全方位的大量投入了资金 人才和资源 极其直追 来挽回被邓小平错误政策所耽误的时间 这才和美帝慢慢的缩短了差距 第三 放弃了意识形态和舆论阵地 全盘拥抱西方 使得中国人民的精神面包也日期颓废 并造就了一塌批的反动工资 带路党恨国党等汉奸卖国贼 卖国求荣 邓小平上台之后 鼓吹黑猫白猫论 让一部分人肩负起来 一切向前看 等拜金主义盛行 盲目的崇洋媚腕 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也日期颓废 很多家长教育孩子长大了 要去赚大钱 做大明信 出国移民 而不是教育孩子们 设定崇高的理想 好好的学习 做科学家 工程师 建设祖国 那些演技很差的三流演员 靠着潜贵的就能做电视电影的主角 就可以大把的捞金 有些人拍一集电视剧 动辄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一集的 都不稀奇 出去助手 保镖 前后后佣 好不威风 你看那些男男的明星 小鲜肉 就像娘炮一样 一点没有中华好男的男子汉的气感 而那些女明星呢 全靠整容和潜规则 对吧 演技是令人作偶啊 都是一群没有文化低贱的戏子而已 国内被利益集团把控的各路媒体 还拼命的鼓吹 误导年轻人去效仿 哪里还有建国初期 到文革之前的那种自信自豪 朝气蓬勃 对前途充满希望的精神面貌呢 怪不得长期被西方人嘲笑 中国人是没有信任的 是金钱的奴隶 如果长此以往 我们的后代受到无良媒体的误导和蛊惑 都去效仿那种戏子啊 我们的民族就看不到希望 国家就没有前途 就更别受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了 对比在毛主席时代 在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世界之中 人民的主体性和崇高地位 是任何时代都难以望其项变的 那个时候 最崇高的荣誉不是受于 中高级领导干部 而是受于最继承的普通劳动者 最闪光的名字不是最高层领导人 以及各级领导干部 而是最普通的一线劳动者 战争年代 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如比如董孙瑞 狼牙商务壮士 杨思根 邱绍云 罗盛教 黄继光 和平年代 比如雷锋 程友贵 王敬喜 石川祥等 都是置身在一线的普通战事和劳动者 他们的名字以世界广为人知 他们的影响力与致命度 远远大于各级主要领导干部 乃至中央高层的许多领导人 正是毛泽东正确的人民观 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和规律 因此采有了那个年代的人民群众 特有的历史风貌 群情志愤 大干快上 无私奉献 发明创造 人定升天 火热的激情 昂里昂能斗志 拼搏的精神 无穷的创造 所有的这一切 只能是那个时代所独有 同时 文德瓦的舆论阵地 话语权 也在邓小平当政时期 也完全的丧失了 邓小平上台后 主动停止的对外输出革命 他幻想的投降了 跪下了 西方就会把你当朋友 真是太幼稚了 前苏联集体后的悲惨遭遇 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间 你停止了输出革命 放弃了舆论阵地 和话语权的动争 但是西方的敌对势力 可没那么傻 他们几十年如一热的 在思想上 对中国人民洗脑 鼓吹那套垃圾的 民主自由的制度和价值观 进行和平演变 造就了国内外 一大批的反动公正 带路党恨国党 精神美国人 他们不知羞耻的跪舔西方 以做精神美国人为荣的洋怒心态 长期造谣抹黑 污蔑恶毒攻击毛主席 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可以这么说 毛主席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恐怕邓小平又让中国人民跪了下去 而这些坑 未来需要几十年来填补 那些吹嘘邓小平是伟人 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使中国人富起来了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崛起 等一系列肉麻的吹捧 是完全错误的 和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从2018年开始 美国总统川普就开始对中国动手了 外卫战 科技战 全世界范围内打压华为 指使加拿大无理扣押孟晚舟 舆论战 外交战 美日印澳形成的小北约联盟进行军事要破 继续出售进攻性武器 给台北政府分裂中国 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控制不力 就立刻甩锅中国 等等一系列的 无所不用其极的下流卑鄙的手段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颠覆中国共产党 他用金山荣政委的话 美帝连贵的地方都没有准备留给我们 就是要把我们搞死 我们只看结果 也许邓小平主观意愿上是希望中国崛起的 但是他当年在台上的所作所为 实际上是在严重的脱慢了中国的 截取的速度 同时造就了一大批的投降派和洋奴 后面接班的历任领导人只能为他填坑擦屁股 拨乱反正的是江总、胡总和习达达 所以我们应该对邓小平当政时期所犯的错误进行充分的批判 总结经验教训不要重蹈负责 否则就是霍国阳明 第三部分 刘少奇夫人王光敏和儿子刘元 以及众多开阔领导们对毛主席的评价 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受访 当年凤凰卫视记者采访刘少奇夫人王光敏的时候 问过 夫人 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 王光敏明确地表示 不是 主持人又问夫人 您是怎样看待毛主席当年针对刘少奇而写的一张大字报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王光敏诚思片刻之后说 看今天的社会 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从王光敏的这句话 我就对王光敏肃然起敬 王光敏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实事求是 他没有因为自己和家人所遭受的不幸 没有为了一己私利而怨恨毛主席和文革 他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上来评价毛主席和发动了文革 不像这些年国内外到处造谣抹黑 污蔑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反动公知 带路党恨国党们 比如方方 梁彦平 蔡霞 任职强指榴 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反右运动和文革期间受到了一点委屈 然后就发自内心的憎恨毛主席 憎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勾结境内外的反共反华 反人民的邪恶势力来造谣抹黑中国政府 齐心可诛啊 王国美他当年是肯定没有想到 党内的那帮利益集团贪官污吏们 会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 看看今天中国的社会一切向前看 物欲横流 笑评不笑唱 贪官污吏 充施及 无知蛮横 欺软怕引 洋楼思想 从洋没万 到了极点 比如某位领导人去美国访问的时候说的 中美夫君论 反而沦为全世界反华反共势力的笑柄 真是有损国格 中国人的尊元都被那帮利益集团贪官污吏们给丢尽了 还有环境被破坏 资源被卖空 新兴的无良的权贵资本阶级诞生 很多人都是从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 那波国退民进 私有化的浪场中 空手套白狼 倾通国有资产而成为大老板 说实话 他们那帮人应该对共产党感恩 但是他们那帮人骂共产党骂得最凶 他们发财之后啊 纷纷移民国外 把资产全部转移到国外去 他们那帮人根本不爱国 不知道感恩 只认钱 谁给他钱 谁就是他爹 他们就是金钱的奴隶 没有丝毫的理想信念 不知道民族大义 国家利益为何物 他们只知道穷射级欲的吃穿玩乐 从不知道回报社会 比如那个潘石屹 他所有的钱都是从中国大陆所赚到的 但是2014年 他却向美国的哈佛大学 捐款了1500万美元 最后又向耶鲁大学 捐款了1000万美元 总计一个多余的人民币 如此澎大了一笔公益教育资金 却捐给了不缺钱的哈佛大学 却不捐一分钱给国内的教育机构 难道潘石屹不知道 中国贫困山区的现状吗 国内很多偏远山区的学校 和山里的孩子们 更需要这笔钱 那帮资本新贵们为富不仁 向政府内的腐败分子 行贿 官商勾结 败坏社会风气 扰乱社会秩序 不知道遵戒手法 他们除了会用坑蒙拐篇来的钱 放高利贷 用电子游戏 忽悠青少年们 玩物丧志之外 还会干什么呢 他们连屁都不是 我是最看不起那帮 报复而又无德的权贵 我视他们为粪土 为什么那帮人要淡化毛泽东 否定毛泽东 甚至抹黑污蔑毛泽东呢 就是因为那些人极端的自私 甚至腐败 心怀鬼滩 甚至道德败坏 罔顾民生 从阳没外 甚至卖国求荣 1993年11月19日下午 深圳奎勇智力工艺制品厂 正经中外的智力大火 他的起因就是资本家 只顾赚钱不顾安全的结果 导致了84名打工者死亡 接着发生的正经中外的黑砖窑事件 以及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逆工 欠薪事件 这些事件最终直接推动了相关劳动法案 在重重的阻力下将来出台 马云可以公然说 不要跟我扯什么法律 能够996工作是你们修来的福报 西北餐饮公司的老板贾国龙 在微博上发文甚至说 996那不算啥 我们是715 白加黑夜总会 我们经常是每周工作7天 白天工作15小时 白天加班 晚上夜总会还开会 你说 这种公然密室违反劳动法的新闻 居然也能说到出口 居然也能说到那么意义正的言辞 真是无耻到了极点啊 那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啊 诺贝尔经济学奖斗主舒尔茨认为 一个社会中求人太多 富人太富 至少会出大问题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的国家仍然有六余人口 月收入只有一千块 面对持续上涨的物价 别说养家了 能够糊口也是非常艰辛的 中国社会现在的情况是 0.2%的人掌握了整个国家 70%以上的财富 是人民币对外不断升值 对内不断贬值 物价持久的上涨 是两极分化愈演愈立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食品安全问题 让每个人越来越没有安全版 是无论贪官贪多少个亿 都不会被枪毙的所谓严惩 是有利也不准上法 还要送你去精神病院的宽容 是普通劳动者都会随时随地担心自己的范围 担心生病养老 教育居住的天赋人权 是有一点收入的所谓中产阶级 都变成了房奴 卡奴或者这个奴 那个奴 是每年上百万大款大万 他们的公子千金移民海外 去吃虾喝辣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以权贵资本为核心 促使社会朝有利于经营权贵阶层方向发展 试问 现在中国到底是社会主义国家 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呢 原中原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杰说 关于毛泽东的档案之所以没有完全公布 不是担心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而是可能有损某些领导人的形象 我估计是讲的是刘少奇邓小平 刘少奇的儿子刘言 谈论其父亲刘少奇错误问题的时候 他说过 我认为 我父亲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 都是经过长期拙不激励造成的 第一件就是大跃进 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 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 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 很不认真 很不得力 很快要开始抵制 但收效甚微 反毛小丑们打着我父母的旗号 反毛其中心是险恶的 中国人民要插脸眼睛千万别上当 再说我父母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对毛主席是很尊敬的 他们只是路线不同 没有私人的恩怨 经过这三十年的检验 我认为我父亲的发法律协议是有问题的 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 以同情流少奇为迷 反对毛泽东的家伙 你看 这里往往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 就在别人看不到 看不清事情的本质 找不到解决的方法的时候 他能够看到 看清楚本质 对事物的发展有预见性 并且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法国著名的牧师 纳德·兰赛姆说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世界上将有一半的人可以成为伟人 周恩来总理曾对博一波说 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是 你可以表示反对 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 在历史上 有几次 我曾经认为毛主席的决策不对 表示了反对 但过了一段时间看 都证明毛主席的决策是对的 以后我就谨慎了 就不轻易表示反对了 但后来又有一次 我确信毛主席错了 我坚决表示反对 但是铁的事实又证明 毛主席是对了 所以 对毛主席的意见和决策 你可以反对 但是不要轻易的反对 周总理还说 让红军走出死亡之骨 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 而不是因为听了什么集体智慧 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 才使集体有了智慧 非常重要啊 中国领袖没有哪个人都无所谓 但是没有毛主席 中国革命胜利早着呢 每当中国革命危机的时候 都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 挽救了革命 挽救了党 而不是什么集体的智慧 挽救了革命 挽救了党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 那些反毛反人民的人到处鼓吹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真他妈放屁 周总理又说 我要求大家永远铭记的是 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唯一正确的思想 它来源于人民 扎根于人民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为人民服务 因此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 我们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的授予 必须要接受人民的监督 谁反对毛主席 我们就反对谁 谁勾结帝国主义 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我们就打倒谁 1980年8月21日 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时就说过 邓小平他也说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 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了过来 没有毛主席 至少我们中国革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的时间 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力主义的原则 从中国革命的事件结合起来 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犯左的错误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 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 大家都有 朱德说 我们确确实实是常常和毛主席争论 毛主席高瞻远瞩 料事如生 那个时候尤其是在景高山 我们常常认为毛主席是不对的时候 就要与毛主席争论 就要反对毛主席的意见 但是往往在事后证明 我们是错了毛主席是对的 叶剑英说 毛刘周朱陈琳邓 除了毛主席的后面六位 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 包括我叶剑英也算一个 从某种意义上讲 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让我们从心里佩服一个人是不容易的 但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 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 别人也都当过头 掌过动 但都不行 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聋起来 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黄克成大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讲话中指出 如果有人硬要说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 那就只能说明是对历史开玩笑 他还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 但是扩大化了 扩大化是谁造成的呢 扩大化是谁干的呢 不是毛主席啊 错整了很多人 但不能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负责 我那个时候是书记处的成员之一 把有些人划为右派 讨论的时候没有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 自己做错的事情 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 大运镜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 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 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程度 我们也是有责任的 这是良心话啊 著名的作家钱中书老先生 生前也说过一句话 反了毛主席 中华民族的灾难性就升了根 总有一天 这个民族是要为他付出代价的 陈云在改革开放十周年左右时间 说过一句话 中国离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 必将亡脑亡国 徐中兴同时在晚间 战眼毛主席故居提词写道 坚持毛主席亲自诠释的毛泽东思想 这句话意义非常啊 这是习中勋同志留给后代宝贵的思想武器 这句提词的意思就是说 有人打着毛主席思想的喜好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那是别人歪曲篡改过的毛泽东思想 这是有所使的 是指向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著名的科学家钱玄森说过 丢掉了毛泽东思想 中国就完蛋了 张爱萍讲解晚年无比感慨的说 什么是社会主义 第一人民有发言权 第二共同富裕 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 张爱萍的儿子张胜为父亲独报 得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时候啊 张爱萍发怒了说 哪种社会不需要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质特征 应该是公平公正 而不是什么发展生产力 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这个国家 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 张胜说文革结束后 父亲全心全意的期待改革 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全熟 也带来了蔓淫嫖娼吸毒走私 警匪勾结的黑社会欺压百姓 持强凌弱的所有解放书籍 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 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辈子的父亲 在晚年陷入了痛苦迷茫难以容忍的境地 他常常自言自语的说 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吗 如果革命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 这段对话再之于从战争中走来 两代军人的对话 王正将军在事前也感到世道不对了 他给后人留下了三句话 一句是我对不起毛主席 谁反对毛主席 谁就是婊子养的畜生 一句话是 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 最后一句话是 丢了毛泽东思想 丢了公有制 马克思主义者受难的时候就到了 李先念生前曾几次对别人讲 自己军事上是从徐湘前同志那里来的 经济上陈毅同志是我的老师 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 而毛泽东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这可是李先念在老年对毛泽东的真心评价 1986年 薄一波赴南方调研 行程中半夜了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的故乡 在滴水洞里秘书问薄一波如何评价毛泽东 他诚思了片刻说 没有毛主席 我们党还在黑暗中摸索 无论少奇还是彭总 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 薄一波预言 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 摘自于中国青年报 薄一波曾这样评价毛泽东 任何时候都要将他放在民族大业 党的事业的大背景下去考量 任何时候都要从党成长经历 制度以及党内生活的大前提下来扑析 以及要把个人和政党区别开来 如此才能判断毛泽东功大于过 尽管文革期间 薄一波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但是他信念依旧 薄一波曾对他的资金说 我崇拜毛主席 即使我现在不自由了 我依然崇拜他 知道吧 不容易的 第四部分 当今的年轻人躲毛选 成为了潮流风尚 令人欣慰的是 最近网上许多网友都在热传这些偷拍照片 如今年轻人躲毛选成为了潮流风尚 公交地铁上的俊男靓女们 不再是刷电视剧和玩游戏了 而是看起了毛选 他们读的书竟然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 毛泽东选集 在毛主席逝世44节之后 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 又重新读起了毛选 几十年后的人 依然崇敬毛主席 几十年后的年轻人 依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其事 这预示着一股全新的进步潮流已经到来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正在用实际行动来反击那些反毛 反人民分子 对毛主席几十年如一日的造谣抹黑污蔑 年轻人就应该读这些书 全民觉醒的日子不远了 心心之火可以燎原 我这里建议年轻人读毛选 可以从毛选的第五卷开始读 结合当前社会实际 那么为什么又有许多人重新读取毛选了呢 因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 曾经是战无不慎的 而毛选则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好的入口 因为在毛选中 我们找到了最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豪迈于顶天立地 1949年9月21日 毛泽东在全国这些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著名讲话 毛泽东说 我们的根主将变在人类的历史上 他将表面是人类正书五分之一的 正在人山上山里起来了 要那些 没回话的妈 在路面面前画风吧 让他们吃谁 路面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吧 每当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 我就会热血沸腾 我全身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干劲 因为在毛选中 我们找到了那种一往无前的气感 那种能战胜一切敌人 战胜一切苦难的自信 一切反动派都是指老虎 因为毛选是政治课本 又是历史课本 是哲学课本 也是语文课本 是工具书 又是知识的宝库 因为毛选中有人生观 价值观 事件观 历史观 有个人的 有家庭的 有革命的 有理想的 有政治的 有经济的 有文化的 有军事的 有外交的 各种各样的内容 因为毛选中有诗歌的优美 又有思想的深邃 有事实的辨析 又有逻辑的畅达 有理性的思辨 又有感性的肆意 有理想主义的热忱 又有革命浪漫主义的温馨 因为赌了毛选 能让我们团结起来 伸手组织纪律 打垮所有的敌人 战胜一切的困难 能让我们的党 更多的去听取 人民群众的意见 全心全意的 为人民服务 当你读了实践论 毛斗论之后 就会发现 我们大学课堂上的 一些老师讲的历史观点 和其背后传递出来的 思想是多么的肤浅和幼稚 是多么的可笑与错误 还有电视上百家讲坛中的 那些所谓的伪专家 伪学者们 比如袁腾飞 袁虾子之流 当他们大行其道 大放句词 霸占了我们的媒体平台 用歪曲篡改过的历史 来误导我们的时候 我们需要大喝一声 滚蛋 我们还惊喜的看到 2019年 清华大学图书馆 借阅排行榜 第一的就是毛泽东选籍 这个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 学生们纷纷在读毛选 这个动向太古无人心了 青年学生们又为什么拿起毛选呢 因为毛主席是真正的中国国情研究大师 读透了毛选 就读懂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读懂了中国波兰状况的革命史 和热火朝天毛泽东时代的建设史 就看透了人类历史的沧桑巨变 就分析透彻了阶级社会的本质规律 就把握住了世界未来的发展大势 因为在知识爆炸的互联网时代 碎片化的知识 割裂化的理论让我们变得迷茫散乱 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知识体系 将我们的人生方向理清 让我们成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 而毛选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毛选是毛主席 用中国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大白话 贯穿着他那特有的气壮山河 舍我其谁的王者之气 知识约伯的他 又大量有用中国古典故事 俘如皆知的俗语 讲述了深刻的玛丽索业思想 厉透之辈 让人祸以非浅 毛主席的语言 上街恐梦与马克思思想 下连工农商学兵 到处充满着辛辣和讽刺 和轻松的幽默 毛主席及语言之大称 不亏是文章大假 毛主席的那种独特的风格和气败 已经涉入到中国文化的骨髓里 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已经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说话写作 心为处事乃至灵魂 2009年 北大图书馆和北大党委宣传部 曾经举行了一个学问读书人心的展览 当时有156位北大老师列举出了 对他们最有影响的几本书 毛泽东选集高居榜首 毛主席已经成为我们的党魂 军魂 国魂 民族魂 请问这样的一个中华民族的巨人 他的文章我们能不读吗 而毛选则是毛主席写下的高达 两千余万字 白纸黑字中的经典中的经典 精华中的精华 毛主席本人曾经为编辑毛选 投入了非常巨大的经历 可以说是自争俱拙 忠诚绝世佳品 这个作品是毛主席用一辈子写成的 是中国革命心灵用心血与生命写成的 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 是吸收了整个人类文明中最先进的成果 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共产党人 全体中华儿女及整个世界人民的最宝贵的财富 足以照耀人类文明此后的一千年 正所谓天不深润至万古如长夜 我们今天对毛选的学习 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实践是远远不够的 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值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认认真正的去继承 去发扬光大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7周年来临之际 让我们读伟人之书 向伟人学习 与伟人对话 按照伟人的指引前进 这才是对毛主席最好的纪念 再不读毛选你就真的out了 最后 我用毛主席在1957年11月17日 苏联莫斯科大学给数千名中国留宿学生和实习生的讲话 作为结束语 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 正在兴旺期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他还教导同学们说 青年人应该具备两点 一个是朝气蓬勃 第二是谦虚谨慎 在讲话中毛主席纵论天下 庞正博颖 提出了世界上共产就最讲认知的名言 本集讲完了 时间比较长 但是希望所有爱戴毛主席的老铁们尽量都看完 有不同的意见可以留言给我 我们一起探讨交流 谢谢大家